今天是取消限聚令之後 首歌的重陽節 我們上午去到鑽石山寧 灰安治所附近視察 看到拿著一袋袋製品的孝子賢 孫來到白山 上到去都不夠力氣了 每個人都分開了 每次都說這個是誰 介紹是哪裡來的 不過今年的製品 似乎也較往年貴 燒鵝 雞 鴨 先人喜歡吃那些甜品 差不多 衣服 那些 稽錢 金銀那些 主要花多少錢 有沒有比往年貴了 差不多 九百多元 水果 那些 燒肉 包點 很貴 十一元 紙品 那些 多貴 我想一兩成吧 貴到一兩成 你會不會因為貴了賣少了 不會 我們也走訪了西營盤 多間的紙紮用品店 除了香竹 土地等等的製製必需品 今年最受歡迎的紙紮製品 就是換季衣服 也有新推出的美食系列 好像是煲仔飯 大集蟹等等 和馬場都深受男女老友的歡迎 不過有紙紮品老闆就說 今年的生意額 對比去年大跌兩濕成 認為是今年疫情解禁 較多人趁著長假期 外出旅遊而影響消情